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待会儿我们林次长待会儿的简报 主要是focus在两个 一个是说我们现有的实验教育阶段的这些同学们 怎么样子未来去接取到大学的资源 在这里面我想校长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他接触到这些大学的资源的时候 他怎么样不会被单一的这个学成学位 或者入学的办法所限制 他可以是带着他的体验 变成他贡献进这个大学 不是只是单方面的从大学吸取资源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两个看法 那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稍微足以比拟的 大概就是在我14岁的时候 就是2005年 然后以及24岁的时候 也就是1995年跟2005年的这两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我14岁出来就是1995年 那那个时候前一年 就是全球资讯网和外web 才变成大家所认识的一个东西 那也是在前一年就是我也有去参加 那四岁一角改的游行 所以这里有一些朋友可能当时都有参与 那当时呢 我的国中就是北镇国中的校长 杜惠平校长 那在我的人生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我之所以还留在国中 大概很多就是杜惠平校长 他会这个很愿意跟我就是聊天啊 了解我的志趣啊 兴趣啊 当时我对认知科学就是人脑的运作 然后跟人工智慧特别的有兴趣 所以他就哄我说 这个你就好好地做科展 然后保送 然后考了一个蛮好的大学 读个GIE等等 然后呢 就可以到你所喜欢的那些教授 因为我都看那些教授的著作嘛 就可以到那些教授的实验室 然后就可以跟他一起做研究 那不用很久 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进程 那各位校长 说不定也跟一些学生讲过类似的事情 那但是呢 到了1994、95年 就是WineWeb发明之后呢 当时我因为要做科展的关系 所以呢 就发现有一个网站 叫做archive.org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正在做尖端研究的这些科学家们 都在自己的论文到期刊上之前 就是我们在同传十月的时候 有一个专门的词嘛 叫preprint 把这些preprint都丢到这个网站上 所以它很像什么 很像我们PTT 或者很像我们这个Facebook 或者是Dcard 总之是一个讨论区 只是它的贴文呢 就是一篇一篇的paper 那但是它贴文呢 也是希望大家有所回馈嘛 所以都会留email 有留言板嘛 等等 那所以我就发现说 我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研书 我只要上archive.org 那其实所有尖端的研究和发明 全部都在上面一览无遗 那所以我做客战的时候 就看很多archive上面的论文 那我越看呢 越发现说 这些好像是不同的学们 想要逼近同一件事情 当时还没有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认知科学的 这样子一个叫做concilience 就是各个领域的这个会流 那但是当时你越感觉到这个 然后呢 所以我就看了一篇 一些人工智慧的论文 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些问题 但那个作者呢 又是那个领域的一位大师 那所以呢 就是刚好就是校长以前 曾经提醒过我说 如果我这个努力 这个就是完成这个学业的话 就可以去谈研究室了 那所以呢 我就因为看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就写了一封email 我当时英文非常的不好 所以那封email 我记得花了大概两个礼拜 然后才写完 那写到一个email之后呢 我就寄给这位教授 那这位教授呢 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毁了我信 不但呢 这个大方的承认 他的paper里面 可能有一些 真的是有待加强研究的部分 甚至还主动邀请我 一起做研究 而且最厉害的就是 他还是用汉语拼音写的那一封信 我原来英文都白写了 他根本就会讲中文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拿着这个经验 就跑去跟读校长说 校长你还我的这一套 好像是一个远路啊 这个好像是一个捷径啊 这个 这个我理论上要花很久的时间 十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一起工作的这位教授 根本就希望我当他的研究伙伴 当然各种网络 他也不知道我才十四岁 他也不知道我英文不怎么样 但是呢 其实只是我的兴趣 跟他的兴趣一致嘛 那所以他就很大方的 做了这样子的邀请 那当时呢 全球资讯网刚刚出现 大家都非常愿意在上面 相信摩世人 然后一起做研究 所以呢杜校长在听我这个 花了可能二十分钟 说明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说好啊 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我帮你瞒着教育局 因为当时还没有 所谓的实验教育算法 所以还是这个 如果不上学的话 是要扣钱的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面 校长就很勇敢的 就帮我担了这个行政义务 那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没有再去背证过种 然后就自己就进入 这个研究的领域 然后来创业 而创业之后 发现我需要补充管理的人文的 社会的知识 那当然又回到大学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已经不想要文凭了 没有跟老师是一个对等的研究关系 所以那就交了很多教授的朋友们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对我来讲 这个校长的志愿是非常critical 就是说如果校长当时是 就是把我的兴趣所抹杀掉 如果他讲了一大套说 为什么我这样子做是不会成功的 那说不定我会被说服 说不定我会继续在体制里面继续下去 但是就是因为他认真考虑了 所有的这个现场的这些证据之后 就说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也会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 可以使我进入所谓的资助 或者实验学习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那过了实验之后 当然我就也发了一些paper 然后也写了一些教科书 也创了几次业 那当时呢 我又再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说 我不要只在台湾跟西部做工作 我又看到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叫做Couch Survey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 任何其他人的家里面住 那在当时是刚刚流行起来的一个论点 因为我们在小时候 父母都告诉我们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不要轻易上陌生人的车 不要如果陌生人说要去住他家 这个不要轻易去住他家 可是另外网见网物 就是我当年的那个研究题目 叫做Sweet Trust 就是你非常快速地 就会相信网路上面的人的这个特性 所以网路上就组织起了这样一个社群 就是大家透过经验的分享 把那些你住在他家 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人 有这样子一个名单呢 把它收容起来 然后呢就在全世界都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呢我当时非常受这个理念的吸引 那刚好呢我在研究的那个领域 就是程式语言学 到了一个学科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关键点上 就是本来有各种不同的山头 不同的流派 有所谓的函数是神奇设计 物件导向神奇设计 命令是神奇设计 逻辑是神奇设计 推理是神奇计等等等等 那我们现在当然在当时就是2005年的时候 想要做一个新的语言 去把所有这些不同城市社群的流派 融住到印度里面 让任何不同世界观的朋友写出来证实 都可以自动转换看 其他世界观的朋友能够看得到我的东西 这叫梅团黄多林 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 也没有办法一个学派完成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疯狂的事情 就是我就把所有在世界上 研究相关的城市原区的人的那个名字连出来 然后把他们所住的地方 跟这个世界上所有在做clutch surfing 就是可以让我去住的地方 去这样一比对 然后突然说 绝大部分的人的那些地方 其实都有可以让我呆的陌生人 那所以呢我就对于这个王金黄都说 那我要发起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效法 以前这位数学家 可能有人要听过 叫做Per-Erdish 就是艾迪虚 那艾迪虚这个家伙呢 他非常的厉害 就是他去任何的数学家家里住 都是白痴白住 但是呢他唯一的回馈 就是跟他一起写一篇论文 来解决那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跟某个数学家写完论文之后 他就给对方一个选项 就是他可以继续住下来白痴白住 继续写下一篇论文 或者如果对方受不了他了 他就可以推荐下一位数学家 但是得出他的火车票前 然后呢他就去下一位数学家家里面住 然后呢去这个 跟他完成下一篇论文 所以可以说呢 他可以是整个数学界 有点像是授粉的密封的这样一个概念 他不管到哪个数学家家里面 他就是带了前面不知道 多少领域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然后呢他就到新的数学家那边 再写一篇论文之后 就用别的领域的这个观点 去解决下一个领域的问题 所以Erdish在数学界 使用一个叫做Erdish Number 就是很多数学家说 我有跟Erdish写过一篇论文 那就是E嘛 我们有跟Erdish写过论文的人 写过论文 那就是Erd嘛 然后依此类推 所以大家是比较这个Erdish Number 就可以知道说 他看当年这位数学家 这个有多少 co-laboration的协作 所以我当时就跟大家说 那我接下来就要花两年的时间 去造访全世界 所有正在做 其实也研究的人 而且每一个人知 我会助到他受不了我维持 然后他就必须要建议 下一个陈诗语言的专家 所以我在两年的时间里面 办了大概二十场的那颗送 旅行了大概十几个不同的国家 那我的父母跟家人的心脏都非常的大科 就是必须要一直收到我 从各种不同国家寄回来的Email 然后能够相信说 下一个陌生人会对我怎么样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就是我学到了Radical Trust 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人 他只要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界的研究有兴趣的 他大概就是一个好人 而且呢大家也不会 这个对一个就是来的英文 也讲的不怎么样的一个研究者 去做这个任何这个恶意的 或者敌意的行动 那但是二方面是说 我就体验到了全世界 完全不同的文化 每一个文化 其实都有不同的 他接待人的一个方式 那我就无心之中 好像从小时候说 怎么样才是对的 怎么样是错的 怎么样是社会所接受 怎么样是不接受 等等的这些幻觉里面 慢慢醒来觉得说 我们作为人类 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价值 比方说永续 大家都希望说把地球留给 下一代是比我们来的时候更好的状态 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全世界永续的各种不同价值的风向 在每一个文化都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才是人类的文明珍贵的地方 而不是说大家都被压入一个线性的GDP 等等的这种思考 所以可以说是这两年的这个 中友吧 就是让我有点脑洞大开 就是觉得说 那我未来以后面对任何新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都可以用二十几种不同的文化的角度 来做这样子的思考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能够 让我持续那么很多也是因为 他们本身在大学里面做研究 或者在文人研究院 在西雅图 在英特尔 在等等这些 不管是跨国的大公司的研究机构 或者是在大的学术机构里面 他们本身甚至有tenure 他们也不抽一试 所以才可以这样子非常的客气地 去对待国外来的这个旅行的研究证 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个epidemic structure 还是对我有非常大的注意 那只是说我是采取一个对等的 这样子一个关系 去跟他进行讨论 去跟他进行协作 也是发paper等等 但是并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线性的人生的发展 所以我们了解到明年开始 我们的基本教育的 国民教育的所谓自杀互通共好的这个新课纲 还有我们学会授予法 也已经三不通过 未来就不会觉得说 他共这样子做 是只有他可以这样子做 未来不这样子做 可能才是比较不正常 而是说我们会希望说 在每一个学习阶段 大家都是因着自己的兴趣 然后呢去开始这种一年或两年的计划 然后之后再衔接回到学习阶段 下一个学习阶段的时候 就不会像我当年 可能还要等两年才能考同等学历啊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各种各样 莫名其妙的限制啊 我们这些在现在的法治体系里面 已经他全部解除掉了 所以限制现在的小孩的 很可能就是各位校长跟家长的这个想象而已 所以反过来讲 如果各位可以去鼓励小孩 用同样的方式去做想象的话 我想我们目前台湾的这个教育的体制 不管从法律上来讲 从课纲上来讲 其实都是鼓励小孩这样子学习的 所以以上大概是我的暖场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资长 谢谢